欢迎大家收看《不老80》 今集又请来一位嘉宾 来讲讲一些长者的服务 我认识了他一段时间 不讲几年, 超过十年 但为何今天请他上来呢? 因为他在长者方面的服务经验 是很长很长 而且在医疗方面 他对长者的了解和知识 是非常深, 非常高的 今天请来安乐居的医护师 林美尚 Hello Carol 你好 Hello 你好 很少说你中文名 都是叫你Carol 好吗 好 林医师 不介意 认识了你很多年 跟你一起共事了很多年 就知道其实你在安乐居住服务了很多年 未讲你之前 你第一次上来我们的节目 是 想问一问你 很多人都会答我这个问题 《不老80》 你觉得现在80岁的长者是怎样? 现在很多80岁的长者都很聪明 还有在医疗自己的健康都很了解 是 但是在我们医疗方面 80岁在英文叫做OO 都当老了 OO OK 是哪个O OLD OLD 两个OO 他说74以上就叫做OO 但是很多时候 我有很多老人家 都九十几岁 都很醒目 我记得我有一个 妈妈现在已经98岁 她入会的时候也是80多岁 而她的女儿 入会的时候也是五十多岁 但女儿身体有很多问题 如果你比较起 她妈妈其实是 因为她很乐观 对事很乐观 所以她的心态会比较好 所以都不是 她看到心是很年轻 所以帮到 所以她的女儿 真的有很多问题 你看到她是老了很多 嗯 我知道你在安乐居服务了很多年 其实是多少年 未来六月是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的服务长者的经验 在医护师来说 都算是非常非常高的经验 我想知道 其实你刚刚入行的时候 是怎样成为一个医护师 以及为何会来安乐居做医护师 其实我在毕业的时候 最后一年 就在三十年第四月卫生局做委员 做社医护师 我们有机会去POWER街中心参观 我记得那位老师跟我说 KAROL 你护了业一定要在安乐居做 因为你又会说广东话 我其实有点犹豫 因为我始终觉得 我不是那么适合做老人家 以前未知道 是的 但只是 否则我想注重十文仔 但护了业之后 在家坐了一个月 如果没有工作 觉得很悶 我记得那位先生跟我说 他说 好吧 都是试试拿一些经验 一做就做了三十年 现在是否觉得没有选错 是的 没有选错 因为我始终有照顾我婆婆 我和姨婆一起住 亦有接触过老人家 其实以前来说 你在说三十年前 你要懂得说中文的医护师 就不是那么多 真的很难得 你可以帮助到安乐居 服务了三十年这么久 其实我都知道 譬如就读过很多不同的学校 UC Berkley等等 甚至是UCSF 都是一些专业 修读护士课程 和医护师课程 而且你是老人科 专科 是 其实要是什么特别的资格 你是不是每年都要进修 我进入UCSF 做一个选择 Jerry Ashtray Nurse Petitioner 那时候很少人 很多人喜欢去家庭 儿童和大人 在我的班上只有六个人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婴儿潮 现在我想就多一倍 开始读你这个专系老人科 是的 但是最近 最近这两年 UCSF都转了 叫做成年人 slap 老人家 OK OK 所以 所以 他们 觉得 都 对于我们做这个老人家的服务 都 这麽特色 都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 你读成年人 和老人家 都可以进来安乐局做 没错 其实我知道现在 因爲婴儿潮的关系 很多在这方面的服务 譬如专系老人科 就越来越需求非常之大 好了 分享过你 怎样成为一个医护师 等等 和你的经验 一会儿 我们回来 就有三样东西 有一些长者 忽略了 原来 对她的健康 是非常之重要 究竟哪三样东西 一会儿 Carol 就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继续回来 不老八十 通常讲讲长者的身体 大家都可能讲起 就是长期病患 譬如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 怎样去预防等等 其实不止很多 有三样东西 可能大家平时没有留意 原来都对健康很重要 今天请来就是 安乐局的医护师 林美尚 Carol 和我们上去谈谈一个问题 Carol 有三样东西 我们不如逐一样东西来说 哪三样呢 就是说 怎样吃药 是对我们的长者很重要 怎样吃药法 第二就是怎样防止它跌倒 第三就是说 睡眠质素 逐一样东西 逐一样东西 首先 吃药 老实说 通常有些人就说 吃药 总之按时吃药 就可以了 还要怎样呢 其实是否这么简单 不是的 吃药 我似乎 第一 看看份量是多少 是不是 譬如血压丸 你都要知道 我吃这种药 吃得对不对 份量对不对 整天都要看着 血压的指数 应不应该调整 譬如你吃甲状腺药 我们要看份量对不对 那便要抽血 看看对不对 糖尿病药 还是我们要出血糖 那些东西 不是说吃了就算 我知道很多人说 有些药会影响他会贫血 我们都要看着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 我经常听到LVN 我知道LVN是帮助分药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一定要专人LVN去分药 我们LVN在安乐区最主要是 我们每个会员都有个药盒 他们要注意那些药 去药房订的药 是份量对不对 摆得对不对 而且他们就是 以前我们疫情之前 有老人家会进来中心 他们下午会给药吃 我们很多老人家在楼上 我们访住 都是由他们给的 那LVN是否要拿执照 和要特别训练 是呀 他也是要考试 他也需要有少少尚识 还有就是说 譬如 我知道掌持食药很重要 你知道有很多时候 那些长者都会 一定记得食药 在这方面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要不就找个药盒 很了解早五晚提食药 每个药盒都是一个礼拜 明白 那些药盒 接着我们可能会 交互上去提醒药 每天都会提醒药 是 一至七都是 嗯 这样非常好 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知道很多长者 有时不记得吃 又或者吃多了都未定 是 食药方面 有这几个步骤 其实都很重要 不是说这样 拿了药就吃 另外就是说 我想知道 预防跌倒 为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跌倒会很麻烦 但为什么会 那么严重呢 跌倒会令到长者 很多人如果跌倒 很多次很大机会 因为它有骨骤疏松的问题 它跌断骨很大机会 尤其是跌断盆骨 第一是手术 接着会有一段时间 要做物理治疗 但为什么多数跌 都是说跌盆骨 是否因为它 通常跌 它当然会是屁股落地 碎了盆骨 就可能影响到它以后的行动 是的 就算不是跌断盆骨 很多时候 跌倒的尾龙骨 石椎骨 会断一段时间 痛一段时间 你又要吃止痛丸 敌止痛丸又有很多副作用 你又不能走得很久 你又去不了洗手间 这些都很麻烦 我觉得跌倒有两样 一样是你身体上 某种问题令你平衡不好 或者会跌倒 另外其他因素 可能你不小心击倒 或者有很多人坐巴士 没坐好就已经动 巴士跌倒 所以预防跌倒很重要 刚才你说过 跌倒是一个警号 是的 是的 我记得很久之前 我有个医生在安乐居说 每个人跌倒 其实他的寿命 是会剩下五年 因为某种因素 你可能痛得厉害 或者情绪关系 痛得我不想继续走下去 或者你是吃不了东西 某种原因会影响 所以如果不想真的 好像这个说话 尽量避免跌倒 就算真的不小心跌倒 也希望之后做一些物理治疗 或者其他方法去帮助 让你可以继续安全地留在社区 好 接着最后一个就是说 睡眠质素 睡眠质素 是否说只是失眠 还是怎样 我们很多老人家 因为前列线问题 很多老人家 糖尿病问题 糖尿病问题 或者很多人说 不知道为什么 林姑娘 每次晚上一睡下 都要去厕所 不知道为什么 每半个小时便要去 半个小时便要去 一晚七八次都没有 日头没有那么多 可能很多时候 是因为你棉下的水分 都去掉了你的膀胱 那便有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都开些药来帮助 但是药都有很多副作用 我们尽量教他们 过了六点钟不要喝水 尽量喝水在六点钟之前 那些问题 还有心理上心情上都可以帮助 是的 如果有很多老人家很紧张 都会影响 或者是不开心 都会影响这个睡眠的问题 还有再补充一点 或者譬如可能 他有睡眠窒息症 可能这方面 就算你以为自己睡得好 但是其实 你自己紮醒了 不知道 如果你一晚 你太多次紮醒 因为你不能呼气 可能都会影响到 你的脑部 其他的功能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这方面 所以睡眠的质素 是非常之重要 现在我们要休息一会儿 Carol 稍后回来 我们想问一问 很多时候长者去看医生 又很简单 以为去看医生就可以了 去到医生问我 便回答我 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看医生 应该好好掌握 那个机会 如何帮助自己的健康 好 继续不老八十 刚才也说过 这个环节 会说很多长者去看医生 都会上去看医生 都会解答一些问题 医生会 如果医生有时间的话 所以我们也要争取去见医生 究竟问些什么 或者说什么给医生听的话 今天也请你安乐居的医护士 林美尚 Carol 讲讲这个题目 很多时候你的安乐居会员 去见你 你是医护士 你有什么建议给 电视机旁边的长者 或者他们的家人 去看医生之前 要准备些什么 或者看完医生之后 又要做些什么 似乎看医生 不如你有血压高病 你在吃药 很多时候 我们的建议 你自己是 如果能够 自己定期去量血压 或者写在一个锁 可以记住 你的血压是什么情形 医生可以调整药 如果你有糖尿病 很多时候 如果你能够自己刷手指 看看你的血糖分量是什么 又可以写在一张纸上 我们可以看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另外一些问题 例如关于你的药的问题 或者什么 你最好写在一张纸上 医生可以跟你说 如果你忘记了问 你又要再打电话去再问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长者 当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 下次看医生的时候 记得要问 但老实说 通常去到 你都未必会记得 所以好像刚才 Carol说 写下了 一旦有什么 你写下了 记得下次看医生的时候 要问这些问题 还有我相信 有时候 我记得当时 你也跟我说过 比如突然间 你那天觉得血压高了 你写下了 那天做过什么 或者那天暈 为什么会暈 你可能会是否因为这样 都写下了 到时见医生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更多 去到见医生了 有什么要注意 最主要是你想问那些问题 可以问到 还有就是 因为医生始终有限度的时间 你如果重复再重复 还有一个问题 他已经回答你 他们就未必再回答你了 明白明白 好 看完医生了 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个 长者来说 有什么看完医生要跟进 似乎看完病 那时候的情形是什么 有很多事 现在都有一些 医生都会做 叫你抽血再来看 但是有很多事 因为长者有肾功能吹竭 或者会有贫血的问题 医生都会叫你抽血 才跟进这个问题 好了 最后一个想问你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其实很多长者 都需要不同的服务 是否视乎她的身体状况 而定 我知道你安乐居就是安乐居 我们安乐居就是一个全面性的服务 那为什么全面性的服务 有些长者会适合呢 有什么原因 我记得我进来安乐居的时候 大家都跟我说 我们的全面性的服务 希望每一个长者 如果我们努力点 都很注意他们的食药那方面 他有正常的餐 每天有正常的營養 还有我们有社工或者心理辅导 可以帮助他们心情好些 希望他们进医院的机会会少很多 因为很多老人家都不喜欢进医院 我们都希望可以减少这个机会 其实你觉不觉得现在 尤其婴儿市后 社区上多了很多长者需求这些服务 是 因为他们老 和身体逐渐逐渐有问题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早些检查到有些问题 是 譬如你是大便 你不知道有微思血管流血 原来你有腸癌 我们都会做这个检查大便 希望早些做 可以早些发现 譬如你有癌性 不用扩散 今天很开心 和安乐居的医护师 林美尚Carol 在安乐居服务了30年 这方面很有经验 多谢你今天的资料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聊天 多谢 今天很开心 和Carol 林美尚安乐居的医护师聊天 认识了她很多年 和她共事了一段时间 我最佩服 在这30年里 仍然看到她很热心地 去帮助她的一些会员 她的老人家 刚才她提过 就是说 很多 譬如有三种的一些东西 大家 长者应该去留意 其实对他们的健康很重要 以及如何去见医生等等 其实这些 都是经验 累积回来 告诉我们大家 大家听 另外我发觉 现在社区很多 一些长者服务 给大家去选择 不单止是 譬如去一些中心玩 又或者有些长者的送餐 又或者是接送等等 很多不同的服务 好像安乐居 什么服务都有等等 最终我反而觉得 就是说 现在大家应该要想到 就是说 是的 有很多服务给大家选择 我选择了服务 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第一 以及她给我的服务的质素是如何 因为很多人很有趣 有时跟朋友聊天 他们说 政府一些计划来的 或者政府资助的 好好的 有个计划也好好的 还不要那么多要求 不是的 这些钱是纳税人的钱 给了出来的服务 你应该获得好的服务 好的质素 以及一些很好的客户服务 我们叫客户的服务等等 尤其是长者 如果你接受服务 但又很不开心 很受气的话 到头来 可能会影响你的健康 好 今天真是多谢 林美尚就是安乐居的医护师 上来和我们聊天 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还有很多关于长者的问题 想问她 下次再见